在进行光缆地霉施工的时候 由于是中国北部地区 地域比较辽阔 然后量又比较大 用传统的人工施工和传统的挖掘机施工效率比较低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研发一款机械设备 能够替代人工来完成光缆施工 第一代设备当时是把光缆是埋进去了 由于在东北地区是寒冷地区 固壤结冻以后会有热胀冷缩的效应 看一眼蓝色 蓝管里的橘色 蓝管里的橘色 它有光吗 还是没有光啊 还是没有光啊 好的 秋天埋到地下的光缆 到冬天一动以后 光缆偶尔会出现拉断了 第二代我们总结了第一代的缺点 把输送系统我们用内壁有硅脂材料这种输送滑管 这样的话拉力很小 对光缆的外形摩擦力小 同时又实现了两根同时播放 但是呢 遇到这个坚硬的地质和延时呢 第二代产品呢 又没有办法能克服这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